两岸秘密档案,用证据说话,我是杨青 1992年,一位福建的女子只身嫁到了台湾,成为了所谓的大陆新娘 18年后,这位来自大陆的台湾新住民,跌破众人的眼镜,当上了党主席 创立了专为大陆配偶发生的政党 立即使得大陆新娘从政的话题,在两岸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这位大陆新娘叫做卢岳湘,1964年出生在福建省的龙岩市 18岁,从一所汽车技术学院毕业后,开过大货车,搬过煤矿 努力打拼到拥有了一家自己的运输车队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岳湘结识了台湾的先生 从此,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使得他成为了最早一批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2010年,卢岳湘又再度站上了人生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为了替大陆新娘争取权益,他成立了中华生产党 国民党蓝色的党旗为底,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颗红心 中华生产党党旗清楚说明了这个党的属性 以大陆新娘为主要成员的中华生产党,如今成立了三年 党员已经达到了三万两千人,堪称台湾最大的小党 现在更传出,卢岳湘正在和台湾的国民党谈合作 希望辖大陆配偶人数的力量能够换来台湾立法机构一席的民意代表的位置 卢岳湘成立中华生产党的目的究竟为何? 他是否能够真能踏上台湾的政坛,成为台湾第一位大陆配偶的民意代表呢? 两个秘密档案今天就将为您解密大陆新娘台湾祖党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中华生产党的东主持人,卢岳湘 一口客家话说得六,眼前的他不管是口音还是外形 看起来就像是一位道道弟弟的台湾人 他叫卢岳湘,是第一位在台湾担任政党主席的大陆新娘 我们那个长州世界花博会,我们这些姐妹就可以上台啊 在一个台风远离的周四下午,卢岳湘从福建回到了台北 就直接到政党总部忙着张罗 二十几年前,出生在福建龙岩永定县的卢岳湘 嫁到了台湾,是当年第一批登陆台湾的大陆新娘 二十几年后,想都没想到,自己会成立政党 因为在当时,光是要以大陆新娘的身份 在台湾生活,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边医生给我看病,就是非常的随便的 我进去,我的话还没有讲清楚 他就说下一位,去买菜也被人家叫大陆美 出去做任何一件事,想去做义工都被人家骂 1992年,当时的两岸关系还没像现在这么开放 大陆新娘四个字,让卢岳湘刚到台湾 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样眼光和歧视 因为是人家介绍的嘛 人家介绍,我当时问我先生,我说你家有没有房子 是不是住那个铁皮屋的 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也不给我讲他住的是什么房子 因为我在大陆住的房子是很好的房子 我自己有别墅 但是他不给我讲住什么房子 那我心中有数,可能条件不是太好 后来呢,我来的时候我就去银行换了美金 换了两千块,我心里想我就是一个赌子 如果来到这边,万一老公没有钱 或者万一老公真的连家都没有的 或者他是一个社会的渣宅一样的人 那我要回去,我自己就有费用回去了 曾经是车队的大老板,来到台湾 却只能游荡在社会的最底层 卢岳湘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场赌注 没有身份证,不能赚钱 一个女人除了身边的丈夫,还能指望什么呢 那我婆婆呢,老是以为大陆人是来骗钱的 是来拿到生命证来当跳板的 非常的可以说不了解我们这一个人 嫁过来的这个心理 做生意的时候,她就会交代我老公 钱绝对不能经过你老婆的手 所有的钱都要自己保管 就是担心我们会把钱带走 因为那个时候是半年要回去一次 半年在大陆住半年,台湾住半年 那这种情况下每次我要回家的时候 我最记得第一次 我的皮箱锁好了 然后她会给我皮箱打开 看看我有没有拿家里的东西走 或许是丈夫的鼓励 也或许是自己不服输的性格作祟 卢月香决定建立一个社交圈 用最快的时间融入台湾 从流浪汉到社区的婆婆妈妈 通通是她拉拢的目标 我想认识更多的人 那就是从我做生意这边来发展 我说以后我有什么新的货来 我会直接打电话给你 我会给你留起来 那就大家都会给我交朋友 流民一个接一个呢 他们就知道说半夜有人送东西吃了 刚开始只有三五个去盖 后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他们会传 传越来越多变成一二十个人了 好了每天晚上都 等着我的东西回去吃的 2001年 卢月香拿到了台湾身份证的第二天 他就加入国民党 接着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党工 2007年担任马英九后援会总队长 全力协助竞选 2008年 他已经是八位国民党立法委员 候选人的总顾问 马英九 马英九 国民党 国民党 当时我们也犹豫了很久 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我邀请他进来 加入我们这个党 大家都怕怕的 认为说 你大陆新年来成立这个政党 是不是有目的 我给各位报告 我们什么目的都没有 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姐妹 在台湾能够平等待遇 能够争取我们该有的权益 就是这么简单 同样是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每个人人生风景各不相同 如愿想选择从政这条不归路 一步步规划出自己的人生蓝图 企图要在台湾政坛拥有一席之地 要让那个当初被人歧视的大陆新娘 变成充满力量的民意领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